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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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宇 梅宇 干嘛叫那么大声 抢劫啊 以前下班她都走得挺晚的 现在怎么每天到点就离开了 最近她好像恋爱了 自称周夫人 怎么 怎么这么突然 你自己问问她不就好了 老大你找我呀 听说你谈恋爱了 是啊 我的男朋友 名字叫做周其乐 哦对了 虽然并非我本意 但我同时 在跟四个帅哥谈恋爱了 同时跟四个男生谈恋爱 年轻人你的思想很危险呀 嗯 你看 嗯 长得确实挺帅 等等 这不是直骗人吗 饭后十分钟 游戏不轻松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小饭的朋友圈 充斥隆隆的恋爱的酸臭味 正当我以为满世界都是幸福快乐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了端倪 怎么所有女生朋友的男朋友的名字 都是那么四个人呢 什么许莫 白琪 李泽妍 周其乐 What 现在这个世界这么疯狂吗 已经为了爱 不在乎私自拥有了吗 嘿嘿 我也想成为这样子 对吧 言归正传 原来大家最近都沉迷于一款恋爱模拟经营游戏 烈雨制作人 这款游戏推出之际 打的旗号就是超现实恋爱模拟经营游戏 化重点朋友们 是超现实恋爱模拟经营游戏 现实到什么地步呢 为什么让众多女孩为了几个纸片人如此疯狂呢 她成功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她又反映了手游市场哪些潜在规矩呢 以上的问题 本期视频通通 不知道 开玩笑了 好了废话也说了不少 让我们进入正题 老规矩 先来讲讲游戏的剧情 游戏讲述了教科书般的白莲花女主 和四个帅子人不长命的小哥哥 谈恋爱的故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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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后面的剧情我知道个屁呀 需要课金的呀兄弟 哇 这一期做的是真的艰难 因为这个游戏的剧情展开需要抽卡 抽卡需要课金 而且剧情脑洞大开 钢铁自然小贩是真的无法用语言描述剧情 不过 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不想听剧情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游戏本身吧 链语制作人是碟子公司发行的一款手机游戏 推出首月流水过亿 刷爆朋友圈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款游戏的魔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小贩通过三点来叙述 第一 一女向手游在国内还属于南海 一女游戏起源日本 指的是针对女性市场的游戏 在日本这种游戏已经非常成熟 但是国内这种类型的游戏还非常少见 其原因就是大多数的游戏公司制作的游戏 都天然的偏向男性消费者 都天然的觉得女性消费者会很少 其实当下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随着社会娱乐的多元化 很多女性消费者也对游戏有极大的兴趣 甚至她们的粘性更强 链语制作人抓住了市场空白 推出了这款游戏 可以说火爆是必然的 也是按和商业规律的 第二出色的人设和剧情带来的别样体验 剧情脑洞大开 各种穿越时空 各种背负宿命 让你能够体会到 马力苏式的王子与公主的纠结爱恋 很多玩家表示 被剧情吸引的茶饭不思 可是剧情的代入感是什么带来的呢 当然就是出众的人设 四个男主完美涵盖了当今女性向受欢迎的众多属性 有治愈系元气明星周其乐 中全安稳系白起 还是女主高中学长 霸道总裁范李哲言 以及虽然挂着科学家身份 实际上聊死人不偿命的高智商高情商许莫 看起来她的背景还不简单 神秘的属性把少女的心聊拨的蹭蹭的 无论你怎么选 你都能在这款游戏中找到你理想中的老公 然后沉迷其中不能责罚 加上CV的完美加持 中日文的配音都是给力的不斤 感觉除非是小藩这种钢铁之类 不然很多男的都表示玩的不易乐乎 为了你 我要站在更高的地方 不管过去还是未来 我要你的时间只为我停止 我不会让你陷入危险 只要你在风里 我都能感受到 感情将会打人诱导入陷阱 嗯 第三 精心的游戏系统 小创意非常讨喜 链鱼制作人最为人称道的地方 就是真切的模仿了现代社交软件 游戏中有电话 短信朋友圈 公众号等设置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几乎不怎么喜欢面对面的交流 即使坐在一起 也都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 所以对现在的年轻消费者 模拟了现代社交软件 就等于模拟了整个交际圈子 玩家感受到的仿佛就是真实的人 在和自己谈恋爱一样 就算是这个人并不是纸片人 而是因为距离无法相见的人 只能通过社交软件 互助中堂一样 这等杀伤力简直是游戏中的大杀 说到底链鱼制作人并非传统的3A大作物 没有搭载什么牛皮轰轰的游戏引擎 也没有什么画面的流畅感 更没有被男性观众看中的战斗系统 但是它就是凭借出色的利会 精心的设计动人的剧情真实的人设 牵动着众多女性玩家的心 用小小的一个支点 撬动了大的利益 让无数人为之眼光为之战胆 可是这个游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或者说这个游戏本身没有太大的缺点 游戏最大的缺点是游戏运营带来的 链鱼制作人作为一款手游 他需要盈利 也就是玩家口中所说他需要玩家为之客金 客金本身无罪 没有钱我怎么做优化 没有钱我怎么开发更好的游戏 没有钱我怎么做接下来的补兵 但是思想真的太难看了 这个游戏再一次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语 叫硬核客金游戏 就是不充钱你根本别想继续玩 这个游戏总结下来就是不客金你过不去关卡 客金能让你感受到非洲酋长的绝望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砸进去无数钱后 甚至怀疑这个游戏是没有SSR的 钻石不够用还可以理解 但是金币和体力也不够用是什么鬼 有些朋友是拿钱换时间 有些朋友是拿时间换钱 这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对游戏热爱的表现 连干的机会都没有给消费者选择 不从个千八块连基本的游戏体验都没有 这是要哪样 最可气的是 连配音都只有主线才有 等我仔细查阅了这个公司时 妈爷倒吸一口凉气 奇迹暖暖赫然在恋 哦明白了都明白了 果然不愧是超现实恋爱游戏 没有钱谈个毛的恋爱 不过转念一想 中国游戏产业从90年代起 当第一批对游戏充满无限热爱的制作者 因为身不逢死而黯然离场 剩下的从业人员就了解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千斑皆无用 唯有钱好使 这其实是对的也是无奈的 没有钱说什么呢 难不成真用爱发电啊 在精良的游戏 没有人买单跟垃圾又有何区别 于是大量的垃圾网游 夜游手游横空出世 无论是油腻的尸节在哪里 还是跟着渣渣灰一起砍爆贪玩蓝月 除了传说中的洗钱以外 更多的是整个产业的忧虑 他们对游戏的创意没有任何的提升 却能把五花八样的收费项目玩出新花样 因为世事然料 不赶紧趁着火的时候大捞一笔 难道非要等凉透了 让粉丝支付宝友情赞助吗 到那个时候 谁又认识谁呢 所以小贩心里很清楚 即使链鱼制作人吃相这么难看 但是对于公司而言 也是有百味而无遗憾 有了钱 就可以制作更加精良的游戏 可以请大牌的CV 请更好的插画师 甚至还可以推出自己的单机版游戏 往更大的对标 之前的B站 一直没有摸索出 属于自己的盈利模式 视频不加贴片广告 虽然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心 但是对公司的盈利方面 却带来了诸多困扰 多次的尝试都让B站吃了不小的苦头 直到B站通过游戏联运的方式 成功凭借旗下众多的二次元粉丝 获得了跟渠道的溢价权 真正发挥了旗下用户的价值 获得了高额的收入 去年9月 B站似乎已经在筹备IPO 其中游戏贡献了70%的业绩 也正是因为如此 B站有钱去买大量的知名新翻 又顺势推销一波大会员 彻底走入良性循环 而这些都是游戏类的玩家客经代理 但是小贩仍然觉得哪里不对 可对于一个多年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来说 我是不可能知道哪里不对 小贩只知道 有一家知名公司打出的游戏名号是 用心创造快乐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用心 能够做到无愧本心 能够做到对玩家热爱之心负责 能做到平衡玩家快乐与公司发展 那真是玩家之父 亦是公司之父 今天的饭后十分钟就到这里 就在这个视频发出来的前天 梅雨说自己抽到了SSR 说我有锦里体质 那各位周夫人 白夫人 李夫人 许夫人转发一波 或许就能抽中心爱的人哦 我这叫什么 叫稳中带皮 人生大境界 下期再见 默默答 对了 结尾有彩蛋哦 所以呀 把老大的话听进去 不要在游戏中迷失了方向 这次一定要抽中SSR 一定要看到后面的剧情 这不是根本没有提帽外 来 算了 开心就好 等等 穿越十钟好像宰购了 安托尼瓦我又来救你了 这破公司迟早要完 穿越多的 多几个探索 DAN 8 5